舒伯特非常渴望理想主义的爱情 然而他的理想主义的爱情火焰 有没有燃烧起来呢 对卡洛林的这份执着感情 最终有没有得到他的回报 有许多的研究者都认为 舒伯特是同性恋 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请继续收看品文化大型古典音乐系列篇 歌曲之王 舒伯特 上中华美景品东方文化 他是维也纳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 他是19世纪以来 第一位以优秀歌曲创作而闻名于世的作曲家 在他短暂的一生当中 创作了600多首歌曲和大量的契乐作品 他的这些艺术歌曲的出现 将浪漫派音乐的第一乐章奏向了高潮 本期品文化大型古典音乐系列篇 音乐家的故事为您讲述的是歌曲之王 舒伯特 这个聪明的女孩对舒伯特的才能和对她的爱都非常的尊敬 但是他从来没有回报他的这个爱情 舒伯特的一部晚期的作品 F小调四手连弹钢琴狂想曲呢 就是献给这位卡洛林小姐 舒伯特曾经和这个卡洛林小姐一起弹奏了很多次这首作品 这是他最高兴的时候 因为他终于可以和他的心上人呢坐在一起 卡洛林呢也收集了大量的舒伯特的作品 并把它很好的保存了下来 在最后呢收集这个舒伯特作品的时候呢 这位卡洛林小姐呢也做了很大的贡献 舒伯特对这位贵族小姐的爱人 人人都清楚 那是不可能的 大家都知道他的这个爱呢是徒劳的 但是呢舒伯特始终认为 卡洛林就是他心中的女神 他非常的认真的爱着她 在这个期间 舒伯特创作了大量的非常优美的作品 就是他对音乐的自白 对爱情的自白 舒伯特在以后的岁月里 更加看重的是男性朋友 他与他们最深入的探讨声乐 探讨艺术 探讨人生 消磨了他大量的时光 几乎是他胜于生命的全部 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研究者都说它是同性恋的原因 在1820年的1月份 由音乐之友协会呢 举办的这个音乐会上 舒伯特最喜欢的两首作品 《流浪者》和《魔王》上演 这标志着舒伯特在收门票的音乐会上登场亮相了 当时著名的南宾歌唱家福格尔演唱了他的魔王 当时的评论家就从这次的演出当中 发现了舒伯特的音乐天赋 和被埋藏的这么一个音乐家 当时的评论呢 这样评论到 福格尔唱得太棒了 《魔王》造成了轰动 这是一部音乐的杰作 为了能尽快地出版舒伯特的这些歌曲 那么舒伯特的朋友们呢 把这首作品呢 寄给了哥德 因为这是根据哥德的诗歌创作的 但是不久之后呢 哥德把舒伯特抄得功功整整的 作品给退了回来 并且呢 没有一丁点的评论 朋友们 为了让他的作品 能够更好的出版呢 又寄给了一些出版商 但是这些商人呢 都以这个作曲家没有名 他的钢琴伴奏太难了 为由 没有给他出版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些出版商才慢慢地发现了 舒伯特作品的价值 出版了他的作品 他的这部《魔王》 在当时就被出版了11次 其中还有著名的《野玫瑰流浪者》都得以出版 在舒伯特最后的六年里呢 他的这些歌曲的出版呢 都得到了很高的报酬 他的十几首歌的报酬呢 就相当于当时的公务员一年的工资 但是这个好的事情呢 是那么样的短暂 舒伯特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作品 那就是他的特别精彩的 《毕小调》第八交响曲 这首作品呢 还有一个非常迷人的名字 叫做《未完成交响曲》 这个只写了两个乐章的乐稿 标注日期是1822年 10月30日于维也纳 这部作品在乐队的使用上面呢 充分了体现浪漫主义时期的特色 是舒伯特管弦乐作品当中 无与伦比的一个典范 第一乐章是中庸的快版 乐曲的一开头呢 是大提琴和低音提琴 奏出来的一种 好似乌云笼罩那种压迫感 然后由双黄管与单黄管 奏出了哀伤的第一主题 第一主题出现 在经过了这些细致的铺垫之后呢 爆发出了蓄积已久的这种威力 各种乐器进行对打 涌叹 第二主题呢 转入了C大调 是一种三拍子的 类似舞曲的这样一种特性 非常优美 舒伯特呢 以崭新的管弦乐的一种配器的手法呢 展现出了高度的主观性 与个人的情感 首次呢将浪漫主义的风格 带入到了他的作品里 这也是浪漫主义音乐的最重要的标志 就是个人的情感 与自己的主观性 第二乐章 稍快的形板 充满了田园风格的一大调的形板 这个木管与铜管乐器呢 在三拍子的步调上进行了精湛的技巧表演 旋律一种流畅的下行 小提琴和大提琴呢 有一段非常优美的问答 第二主题呢 是由丹簧馆 呃 奏出了一个回忆般的怀想 经过展开步呢 音乐又把前面的各个部分的主题呢 进行了一个从头至脸的重复一遍 最后呢 非常安静地继续 这部作品是在舒伯特去世 37年以后呢 才发现的 在他的第二乐章的最后一面的背面呢 发现呢 有一个斜血曲形式的九个小节 已经配好气的这么一个音乐 就是配好气的乐队总谱 但是只到了九个小节呢 就终止了 在后来呢 几个朋友一起整理这个舒伯特的作品的时候呢 又发现了另外一个第三乐章的手稿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前面那个海顿的作品里面我们讲过 海顿创立了交响乐的最基础的形式呢 大多数四个乐章 也有三个乐章的 为什么没有完成呢 那么有的朋友说 是因为他的第三乐章写得不好 他自己认为不如前两个乐章 所以没有写下去 那么更有一部欧洲的电影呢 这样的描写 就是说他还没有写完这部作品 就去世了 显然这个是不对的 那么这部作品 为什么只有两个乐章 有一些朋友就想 也可能是一些 在创作当中有一些痛苦的怀想 使他不愿意再把它写下去 那么各种各样的联想 就像我们去猜想 威纳斯的断帝里面 让人复想的一天 但是后来呢 有一个比较可信的一个说法 就是 舒布特生病了 因为在舒布特25岁的时候呢 发现了自己 有非常严重的梅毒 这跟他的生活放荡 不检点 那有直接的关系 生活不正常 不规律 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梅毒 那么他身上呢 要起一些疹子啊 所以对他的形象 有很大的影响 他就开始不接触朋友 不走出家门 把自己关了起 这个悲剧性的生命逆转呢 一直深深地折磨着他 到最后就是他和死神 抗争的这么一点经历 爱情的失忆 助长了舒布特放纵的生活作风 不检点的生活 带给了他悲剧性的生命逆转 带着重病的舒布特 是如何同死神较量的 在这场极其残酷的较量中 舒布特有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如此艰辛的处境中 他又创作了哪些作品 留给后人 请继续收看 下期品文化大型古典音乐系列篇 歌曲之王 舒布特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